最不希望内玛尔踢世界杯的居然是巴西人 在世界杯开赛前 巴西公司的一纸诉讼把内玛尔告上法庭 或许内玛尔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却在开赛前夕被自己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而在巴西世界杯首轮只有内玛尔在踢球 而其他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踢内玛尔 单场被侵犯九次 创造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单场被侵犯次数最多的球员 甚至连球衣都被当场拽下 他们用最狠的动作席向这位最后的桑巴舞者 而内玛尔也最终因为脚踝受伤不得不提前下场 替补袭伤的他也面哭泣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累撒赛场了 当气急败坏的苏尼加一个飞奔撞向了内玛尔的腰部 倒地后的内玛尔面部争鸣 痛苦万分 这是一次差点导致内玛尔永远瘫痪的恶劣犯规 可即使这样 有些巴西球迷甚至因为内玛尔的受伤而欢呼 为了巴西付出一切的他 却得到了罪恶毒的祖宗 这样的足球王国真的配得上内玛尔的一往情深吗